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洪玉佳 新闻首先关心宗门重大建设 规划院遵循宗主混原禅师开示 近日完成教旗 旗座工程 并于2月11日晨时 在益京大学维新圣教学院大门口 举行维新圣教教旗升番典礼 请进入以下的报道 维新圣教益京大学2月11日清晨 由宗主混原禅师带领教务处长 园兼法师 维新圣教学院陈院长 理副院长 规划院张院长 师训处原品法师 及维新圣教学院董事 与益京大学法讲师 学院同修代表们举行生教旗升番典礼 宗主混原禅师向同修们开示升旗的异议 今天是定有年元宵节 早上八点我们要升教旗 也是圣番 这个圣番是代表一个教门 砍了宣告法界的精神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 维新圣教一经大学 从开始以来 我们都是奔着天命 为国修道为民祈福 为人类来祈福 消灾化解一个法文 在过去已经三十四年了 过去喔 今天 丁有年元宵节十五五 也是本维新圣教医药社 在今天 七十二年的今天现在 祭天 开始 行道 所以这个日子是非常重要 又是台湾祖书的圣诞 又是山官大帝 上元天官大帝的圣诞 葫芦兽的福星 的圣诞 葫芦兽 三星拱照 山官大帝是上山官 中山官 姚舜宇 下山官 就是总统 副总统和行政院长 和人间的天主帝王 是下山官 那么今天 是上元 山官也是福禄寿的福星 福星高照到最近来我才了解到王山老祖 他就福禄寿三星的中间那一尊 那今天我们圣 圣翻 佛翻 圣翻 中间以中华民国 中华民族的精神一以贯之的国旗 而国旗呢 清天白日晚地逢 这个是残疾非常的妙 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太极土五千年来 最早五千年前的开始 我们的中纪最上面这一点 然后到中间这一点 就是孔子时代 到最下面一点 就是孙隆 孙隆 孙隆山先生 这个时代 最开始是白日 白日是代表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生命 的灵性光辉 而清天 就是孔子 他是蓝色 就是智慧的 中华盛世最兴盛的时代 就有孔子那时候开始才有中华文明 儒家思想 在那个当时呢 在西方 印度 有释迦摩尼佛同时出世 前后差十一年 到了五千年后 那国父孙中山先生 孙隆仙 他投胎转世 结果把过去五千年的专制 把它翻过来了 成为民族 还有今天 我们中华民国 然后五千年来 做法卖精神 中华民族的精神 都在这一张国旗里面 宗主攻读秉天文书 禀告上苍 维新圣教正式升番 供养十方法界后 大众攻畅王禅老祖战继升中 盛番缓缓上升 随即名炮祝贺典礼圆满完成 维新电视维新圣教学院报导 台湾拥有丰富多元宗教环境 以及高度的信仰自由 维新圣教身处在这块宝岛土地上 同样拥有广大包容的宗教特质 与其他宗教也持续保持良好的联系 天地教与维新圣教在敬天敬祖 守护社会国家这些面向理念相近 2月11日天地教邀请各界友人 于清水天籍行宫 参与第四任首席升座典礼 宗主混缓禅师开示 由宗务研发中心张新芳主任 代表宗主出席 包括中港道场住持袁然法师 台中道场住持袁艺法师等多位法师 以及前世同修一同参与书上的大典 天地教2月11日于天籍行宫 举行第四任首席升座典礼 维新圣教由宗主指派宗务中心张主任 及法讲师与中港道场同修代表前往祝贺 天地教以玉皇大天尊为教主 其第一任首席李吉初首席 于1980年12月升座弘扬教法 30余年来弘扬天地教化历经多任首席 于今由陈光李先生接任第四任首席使者 担负弘教大任 维新圣教与天地教理念相通 皆连年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 提倡中华文化孝道 天地教以生生不息 提天心之人 亲亲人民人民爱物为中心思想 先进人道正心修身 齐家治国再修天道 累公积德救世度人 与维新圣教为国修道立人天 为民祈福定太平之地 他精神完全一致 故历年来两教相互邀请参加活动 实现宗教包容与融合互助 天地教以天人合一圣凡平等的 新宗教哲学思想体系为教义 其教徒同分约30多万人 设有天地人三朝道场 此次传承大典分别于天朝雷丽阿道场 举行拜命 人朝天极行宫举行升座典礼 维新圣教由张主任及原品法师 原艺法师 原然法师等同修代表参加典礼 祝贺新任首席荣英重任 也期盼双方共同努力 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之目标 维新记者黄福建台中报道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 新年农历春节正月15日 宗主混元禅师必定前往台南归人大士殿 以及新银中山大禅寺 向台湾祖师祝寿与成敬礼拜观世音菩萨 感恩神佛引领进入行道之路 请进入宗主新春感恩之行的报道 农历正月15日是台湾祖师受诞 唯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感念台湾祖师救度之恩 每年与祖师圣诞接来到台南归人乡大士殿祭祀祖师 向台湾祖师祖寿 宗主带领同修前程 向台湾祖师祝寿后开示同修门 名字是台湾祖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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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 好 三十四年来的台湾州书 他的台湾在米西西加级饭店 我们台湾平安 世界也能够变 好 位女主 这个妈妈他吵着等 我吵着哪儿 台湾州书 他会主帝 小财化脚 在这几十年来 三十五年来 算 世来乡经安的 也是台湾乡经安的 台湾的民主 也为台湾州书给我们 照这个机会的台湾民主 所以这都是州书 国家主乃 在台湾 所以我们台湾人民 应该知道我们好感应到台湾州书 每一个时代的映法 都有天神祝福菩萨 刚凡点来世间小财化脚 好 这就是台湾州书的这个印 这个天文 是台湾 所以今天 我们台湾州书 台湾州书 是世界的福明 台湾的平安 台湾的福明 是台湾州书 都要养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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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 赌宿养明养养养养养养养派 宾州敬欢 宿岐过后 宗主与同修们轉往 新营中山大残室 参拜祝寿 宗主开示同修们要寻耕寻原 找回自己的本心 也勤免同修们做好自己的本分 才能谈成佛成仙 做到问心无愧 念佛修行才能寥本愿 才能回到极乐世界的家 维新记者黄鸿吉 严诚如台南报道 法会讯息 维新圣教天一道场 为期三天的周年法会 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 原始天尊说神龙五谷真经 金刚宝颤 药师经 药师宝颤 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回向法界消灾祈福 最主要的目的为 祈求台湾平安 顺利圆满 请进入详细的报道 维新圣教天一道场 二月九日眼镜隐魂 十日起见丁有年 台湾平安齐安大法会 至十二日大甘露诗时 普供养圆满纸 共计三日 法会离请维新圣教范拜学院 袁松院长率领诵经法师生坛 与和会大众奉诵鬼谷先师天德经 地藏菩萨本院功德经 药师琉璃光如来本院功德经 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原始天尊说神龙五谷真经 药师宝灿 金刚宝灿等朱金灿 功德回向 香花果串法盐普供养 祈求台湾平安 世界和平无战争 天一道场同修志工 九日清晨就开始忙碌 布置谈诚 准备各项法仪用品 供养果串等等 为法会旗舰做准备 午后为时演进发表 十日上午正式开始法会仪轨 法会中除公社各项大连位外 每年天一道场周年法会 依宗主指示 皆为完成当年法务 宋经千步以上同修大德 设立长生入位 今年丁有台湾风风雨雨 纷扰不休 故老祖师尊与宗主开示 今年的天命任务为台湾平安 法会也为台湾平安 宋经千步功德主 设立长生入位 愿佛光铸造功德主们皆平安 宗主混元禅师 也于九日下午 来到法会谈成参拜 关心法会各项事宜 法会于12日下午举行甘露诗实 普供养后圆满 维新同修善信大德 一起共祈台湾平安 世界真和平 维新记者陈清哲和敏张玉慧 陈金座 天一道场报导 接续同样是分四道场法会动态 公祝天官大地圣诞 即丁有年点灯开灯仪式 各道场的情形如何 一起来了解 农历正月十五日元宵节 是台湾祖师寿诞 也是天官大地的圣诞日 维新圣教各分四道场 皆成辈香花果篆 寿桃寿面 法盐供养 供祝天官大地圣寿无疆 宗主当日上午 于维新圣教 毕竟大学教旗生番典礼中开释 上三观 即是福禄寿三星 其中福星就是天官大地 因此维新圣教各分四 皆于此日祝贺天官寿诞 祈福四平安外 也举行开灯仪式 由天官大地加持四福 安登信众 平安顺遂 消灾解恶 福气满门 各道场由住持与范贝同修带领 依范贝法仪封诵诸经 成品安登奇安文书及安登名册 与会同修众人 以虔诚之心 焚香礼拜 祈请太岁新君 福佑平安 清官大地加持四福 一年平安吉祥 住宣播 nada 进入和言之 sare 长安吉祥 监 пох端之心 感官大地加持四福 岁新你们 祂和权重称 尝福福 維新電視綜合報導 請稍後片刻馬上回到維新新聞 維新聖教各分寺道場 春節團拜迎春祈福 讓平日道場中 各個一經風水初級班 正祈班同修 有機會相聚在一起 不論學藝研繹心得交流 或是畫家常相互關心 都使得同修情誼更加的深厚緊密 豐富的宿斋吃平安 宗主混元城市莫保與開示法育 也帶給大家平安 請進入以下的畫面 維新聖教新春團拜 今年由南至北各道場依序举行 宗主也到各道場與同修們歡聚勉勵 同時藉此機會巡視各道場法務 了解道場推展弘法工作之狀況 新年新氣象推動維新聖教 邁入新的里程碑 所以我們要施佛 關心菩薩本來就坐在這裡 在蓋房子他也沒有離開過 他都坐在這裡 那就再告訴我們 我們的心中的佛性 清淨性永遠是清淨的 要施佛就是清淨性 佛陀呢 釋迦牟尼佛陀呢 就是我們的決性 阿彌陀佛呢 是我們的自性本性 所以要施佛在這邊 要蓋了 要施佛他活要在這裡 那表示我們清淨性永遠是存在 不管外面怎麼蓋 轟轟轟轟轟地球顛倒的時候 顛倒轉 他要施佛的清淨性也儒乳不動 謝謝各位同修啦 終於一年來 向南維新政教共和基金 會員及其負責 也為我們全民全世界人類 往在民民中 默默無穩的在修行 為大家祝平安 為我們國家 為台灣祝平安 台灣平安是很重要的 台灣平安是世界和平的一盞燈塔 世界和平一定要到最後 只要靠宗教才能和平 世界和平的路途還有瞄遠 但是只要我們捆走這條路一定會如願的啦 所以我們維新政教王在老祖 他要我們提出國際 弄了世界和平獎 我們來遊玩墾丁進來 結果在2011年10月份 我們都到入圍 但是沒有人都講 怎麼證明說中華文化 維新政教理的異界風水學 和宗教融為唯一 是世界和平的一盞燈塔 這兩次我們就不吃虧了 尤其今年一壇 有一些台年大賣搞笑人 開始順順開始 就開始四季怪 四季靠道 上面剛剛我們前的師兄說 師傅 你說真的呢 齁 說真的我都不會說假的 好 人家說 只要爆發條 只要播一壇 傳媒體就帶過來 他就說你等一下 我來後面 他說我找個東西 在那裡 去撲一撲 撲一撲 這就是沈木洞 沈木洞說帽 帽洞過來擠 那時候看 火火家人 火火家人 帽 帽過來擠 印號那麼洞 我哪有 那大家在家裡搭起來 跳上去 就不錯 那要跟他道天師 他朋友也是 很聽我聽 看他去老子說 他也會報告 他都在說什麼啊 師父語重心長 開示同修們 也希望同修善之士們在新春歡慶之餘 莫忘凡事皆瞻 努力誦經 一起來祈願臺灣平安 大家平安 維新電視綜合報導 易經教育訊息 維新聖教盧洲道場 舉辦易經風水弘法課程 短期密集的學習 建立大家 運用正確風水妙法的概念 圓滿你我的生活 請進入以下的報導 維新聖教盧洲道場 於十一日下午舉行易經風水般開課典禮 由元風法師擔任授課 開設弘法課程 教授陽宅風水運用 鄉親大德陸續填寫報名表 入座學習課程 元捧講師 元云講師 元宅講師 元宅講師等講師 均與會致詞 元風法師分享跟隨宗主魂元禪師學藝 以及社會服務中所運用宗門妙法 為大眾所帶來不可思議的正道案例 同時告訴新學員們 維新聖教之宗旨是為國修道 為民祈福 應認真學好妙法 普利人天 新學員們也很認真的聆聽與做筆記 學員們表示 我感想就是 因為法師講了很多例子 然後就是很多都是蠻生活化 可能就是我們周遭聽到的事情 那 就聽一聽會覺得 其實不管是意境還是風水 其實就是我們周遭發生很多事情都可以用到 就可能不像以前是這麼的枯燥或是艱深的影像 所以就還蠻有趣的 聽到很多故事 再次在我的那個姐姐的營臨下 對 他讓我有幸的認識了袁峰老師 然後他有幫我去做一些改正 所以我 這幾年呢 我有印證了一些事情 所以我想來學習一下 更加了解一下這其中的奧秘 其實因為我們從事金融保險業 在風水上還不夠精進 所以想要再多學習這樣 新學員們很多都是通過維新電視及LINE官網 還有親朋好友介紹 因緣際會來盧州道場揭廟法 祝福他們 福會增長 所求皆滿願 維新記者 尤竹利 陳建成 何敏 盧州道場報導 世界新興宗教 台灣維新聖教 包括易經風水 教育學術 宗教信仰等 擁有豐富奧妙的宗教文化 維新新聞必以傳播之所能 提供您更豐富多元的維新世界發展動態 感謝各位觀眾收看今天的維新新聞 歡迎您在每週六晚上7點30分 以及星期日早上7點30分 下午一點 準時在維新新聞相聚 祝福大家 平安吉祥 萬事如意 再會 祝福大家 平安吉祥 平安吉祥